老人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手 对我们私房杂老将相求有兴趣的朋友 少少而为了解一下 来谈你等一个人一个观点 那个观点可能听起来有点极端 但是呢也有一些启发 是安兰德 那么他认为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是用来欺骗人类最荒谬的口号之一 那好了 谁是安兰德 安兰德呢是1905年出生的 1982年3月6号在去世 他是俄裔的美国人 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 小说家和公知 他的哲学理论和小说 开创了客观主义哲学的运动 写了原权阿特拉斯耸耸肩等等的畅销的小说 兰德他表达的小说是要展现他理想中的英雄 一个因为其能力和独立性格 而以社会产生冲突的人 但仍然奋斗不懈朝他理想而迈进 这位女士认为大多数的最大利益 这句口号没有具体明确的意义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从善意的角度 来对他进行各种解释 他只能用来为那些最邪恶的行为来狡辩 他说这句口号的利益应该如何定义 没有办法定义 只能说是有利于最多数人的东西 那么在具体的情况之下 谁来决定什么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呢 那他还要问 当然是大多数人 他就讲了这个观点 他如果你认为这句话是有道德的 那你肯定会赞成以下正面的例子 就是他们这些例子 就是上面这句口号 在现实中的具体的应用 百分之五十一的人 奴役了另外百分之四十九的人 十个人中间有九个饥饿的人 以另外一个伙伴的肉为食 一群残酷的毁徒杀害了一个他们认为对他造成威胁的人 继续指了纳粹德国时期的情况 德国有七千万的德国人和六十万的犹太人 当年大多数德国人都支持他们的纳粹政府 政府告诉他们 只有消灭少数人 就是犹太人 掠夺他们的财产 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才可能得到保障 他说这 就是这句荒唐的口号 在现实中制造了恐怖的欧 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们就不方便举太多 当然也你可能会说 在这些例子中 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什么真正的利益 他说对 就是这样 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的利益 因为利益不是靠数字决定 也不能通过什么人 为了别人所做出的牺牲而获得 然后他把这些归作为头脑简单的人 头脑简单的人相信 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包含了某种高尚的意义 他告诉人们 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你们都应该牺牲自己 如果这样 大多数人会不会要高尚一次呢 愿意为那些邪恶的少数人 做点牺牲呢 他说不会吧 那么为什么那些少数人 就一定要为那邪恶的多数人 牺牲自己呢 他提了很多这样的观点 他认为 头脑简单的人会认为 每个高喊上面这句 为大多数人利益口号的人 都会无私的和那些 为了大多数人而牺牲自己的少数人 站在一起 那怎么可能呢 他说这句口号没有这个意思 更可能发生的是什么呢 更可能发生他会努力挤进 多数人的队伍 开始牺牲他人 那么这句口号传给一个个体的真实的信息是 他别无选择 抢劫别人或被别人抢劫 击毁别人或被别人击毁 他难得认为这句口号的可比之处 多数人的利益 一定要以少数人的痛苦为代价 一个人的所得必须依靠 另外一个人的所失 他说如果我们赞同 集体主义的教育 认为人的存在只是为了他人 那么他们享受的每一点快乐 每一口食物 都是罪恶和不道德 因为完全可能有另外一个人 也想得到他的快乐和食物 根据这样的理论 人们能不能吃饭 人们就不能吃饭 不能呼吸 不能相爱 因为这些都是自私的 如果有其他人 想要你的妻子 你怎么办 人们不可能融洽的活在一起 最终结果只能是自相残杀 他把这个呢 隐溢的非常的极端 但认为 只有尊重个人的权利 我们才能够定义 并且得到真正的利益 私人的或者公众的利益 只有当每个人 都能为了自己而自由的生活时 就是不必为了自己而牺牲他人 也不必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 人们怎么办 才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根据自己的选择 实现最大的利益 它是另外一个考虑 只有把这种个人的努力 汇合在一起 人们才能够实现广泛的 社会的利益 安然的说 不要认为 以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这种提法相反的是 极少数人的最大利益 我们应该提倡的是 每个人 通过自己自由的努力 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利益 这句话要重误一遍 每个人 通过自己自由的努力 所能得到最大的利益 所以他就有自己的主张 做一个总结 如果你是个自由主义者 希望保留 比如说美国的 或者其他自由国度的 胜负方式 那么你能够做出的 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 你能做出最大贡献 就是永远 从你的思想 言语 情感 清除 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这样的空洞的口号 因为他认为 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是纯粹 集体主义思想的教条 如果你认为 自己是自由主义者 你就不能够接受他 你就必须做出选择 灰尺济贫 两者绝对不能够坚固 这是安兰德 这个是个作家 第一点 我想呢 安兰德这些观点的阐释 显然不合在某些 政治制度之下的主旋力 尤其是提倡集体主义 尤其是说三个代表 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某些执政党总会强调 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行为 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 其中有一个就是谁 意识形态管理部门 我相信对安兰德的极端主张 我们这样可以想见 一定是个批判 排斥的立场态度 第二 安兰德认为 这句口号的可比之处在 多数人的利益 一定要以少数人的痛苦为代价 一个人的所得 必须依靠另外一个人所示 这一点我以前没有人考虑清楚 他引用了纳粹德国时期 对多数德国人接受了 戈培尔斯的信息投意和洗脑 大家成为了对犹太人进行 种族灭绝的 间接直接的帮凶 这一点呢 就是被阿伦特说过 这叫典型的平庸之恶 有部电影叫万利 万利狐会议 还是万狐会议 就是讲了这一点 第三点 安兰德的哲学和小说 我们知道 它不是主体主义 它是强调 个人主义的概念 理性的利己主义 或叫理性的施力 以及彻底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那么跟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张和要求 和思想底细是格格不落 但是呢 这位安兰德是个女生 她相信人们 必须通过理性选择 她们的价值观和行动 个人有绝对的权利 只为她自己的利益而活 无需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但也不可强迫 他能替记者牺牲 没有任何人 有权利通过暴力或者诈骗 夺取他人的财产 或是通过暴力 强加自己的价值观给他人 所以这个安兰德 他的政治理念 已经一直被认为是小政府主义 和自由意志主义 这听起来有点拗口 研究哲学的朋友 可能对这个问题的参透度 会比较直接一点 一般的受众 很可能就不是要闹很多弯 才能够理解他这样的绝对值得主张 因为这个安兰德 他从来没有使用过第一称呼自己过 第一个称呼 甚至非常讨厌第二个称呼 也就是小政府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 包括第一个称 第四点 我觉得安兰德 这是一位极端排斥 集体主义关联的 俄裔的美国人的所有主张 我不知道跟我们七十年代以后 在中国大陆的大学教育 整个社会推崇了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的观念 是不是有一脉相承 或者不谋而合 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这句话 我第一次听到 有人是用这个角度来批判他 有点意思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到处说 不以後 最比赢要是用这个角度来批判 好 不不当然 很磪